花莲的海洋线相当长 也造就了花莲海洋资源丰富 先议员林则施在议政总质询中 希望县府农业处能够积极的了解 目前海洋资源博物馆已明确设立在花莲 以及目前的进度为和 而对于花莲65岁的长者福利 青年的发展规划以及期成 对县府提出质询 并期望县府能够拿出更具体的政策来实行 县政总质询中 林则施议员则是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 健保费补助方面 比较了全台多个县市的方案 建议县长应审慎评估考量 切勿将大别的预算投入在 争议性的宗教预算大型活动预算 应该努力来分配各局处室的经费 来照顾县内的长辈 65岁以上我们老人家的健保费补助的部分 那希望可以比照就是现在既有 已经有补助的县市 那希望花莲县政府也能考量 增加65岁以上老人家健保费补助的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我非常关心 我们的青年朋友 怎么样让他们吸引回来花莲 以及说留在花莲来服务 那这方面因为在花莲县政府过去 我们真的很难看到什么样具体他们做的努力 来吸引这些青年朋友来留在花莲 那所以我今天就是就叫县长跟我们的民执行长 那他们其实真的也说不出什么太具体的东西 所以我也希望县府在这方面能够在好好的参考其他的县市 来推出真正吸引我们可以吸引我们年轻人留在花莲的一些政策 跟福利措施 那第三个就是我很关心的海洋教育部分 那是因为我们花莲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好的资源 而且这些民间团体已经非常非常的专业 那再加上我们美琴大使 现在他在担任立法委员的期间 他其实很努力很努力 好不容易争取到了一个海洋资源博物馆 那到现在我还是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进展 那所以我会希望花莲县政府能够先就 既有我们花莲就已经有这么多这么强的团队 那怎么样思考跟他们好好的来合作 那串联起来规划出我们花莲专属的一个海洋教育的一个蓝图 海洋教育方面 花莲拥有珍贵的天然海洋资源 其派海洋馆能够早日落成 提升花莲在海洋教育这一块的表现 打造花莲成为台湾海洋教育的基地 海岸地形地貌的资源 还有加上我们刚刚现场说的海上的休闲娱乐活动 也是非常的盛行 再加上现在的美勤大使 他在担任立法委员的时候 努力争取到的海洋资源博物馆 已经确定要设在花莲 所以花莲其实是最适合作为海洋教育的基地 记者林杰华临市采访报道